打開這支手機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的鮮明的影 打開這個螢幕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它的超級飽和的顏色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它的飽和的顏色在螢幕設定裡面 是完全沒有辦法調整它的螢幕顯示的顏色效果的 就是如果像其他手機你可能可以選擇鮮豔或是正常標準 就是比較平淡比較不飽和的顏色 但是在這支手機的顯示設定裡面沒有這個選項 所以你的螢幕就永遠都是這麼鮮豔 跟著它有多久的再來 的這個主要是現在是空來的 所以那個部位置的線路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了這個側面 另外一個發現的問題就是如果你有一個全白的背景 這種螢幕的邊緣都會有一種好像暗角灰灰的感覺 有一個暗角在邊緣 這種螢幕在開啟這種全白的畫面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看到整個影像的邊緣 整個螢幕的邊緣都有一層灰灰有點像暗角的東西出現 紫紫的顏色在整個螢幕的邊緣出現 這就只有AMOLED 螢幕在開啟全白的畫面的時候 你會很明顯看到整個螢幕的邊緣都有一層灰灰紫紫的顏色在邊緣 這就是螢幕的特性 它就是長這樣子 一旦接著 填黝 鐵 銀 其 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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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 那因為這支是Samsung 那也因為這支是Samsung手機 所以應用程式 那因為這支是Samsung手機 所以應用程式一打開 因為這支是Samsung手機 所以應用程式一打開 全部都是Samsung的內建程式 那雖然你可以去解除安裝 但是它預載了一些很討厭的一大堆應用程式 你需要一個一個解除安裝 就稍微有點混亂 但是你需要花一點時間去整理一下 才會變得比較清爽、比較整齊的樣子 那這個螢幕 那這個螢幕一滑起來 馬上就知道這個 那這個螢幕一滑 你只要一滑動這個螢幕 你就會發現這個螢幕是高 你只要一開始滑動這個螢幕 你就會發現這個螢幕是高格率的螢幕 應該是90Hz吧 就是它每秒更新90次 滑起來特別順暢 雖然你影片這樣看不出來 但是你一滑起來 馬上你的眼睛就可以辨識說 喔 這個螢幕 比較流暢 比起60Hz 正常的螢幕 流暢還蠻多的 你眼睛是分辨得出來的 謝謝 you lange המת移 但是你會看到那個螢幕 嗯 這樣 不是 這什麼螢幕 還是 一聲 喔 螢幕 1987 可以 這台手機裡面有NFC也可以支援電子支付 這台手機有支援NFC也有支援電子支付 這台手機裡面有NFC 這支手機我們就從設定裡面一個一個看 這支手機裡面有NFC 所以你可以感應去付錢 這台手機耳機裡面依照 這個手機裡面更加一ится 這個手機裡面的設定 走起來很唔 Bow 現在我們私要轉上面 怎麼說這樣 我們不去旦展開